哈喽大家,我是美食阿姨 你们喜欢吃猪肚吗? 这是我刚刚糊好的猪肚 老许说她想吃猪肚了 所以就去市场买了一只猪肚 猪肚上面的粘液很多 我一般呢是用玉米面来清洗 这样很容易把它的粘液给去掉 猪肚的里面也要清洗 把猪肚翻过来还是用玉米面搓洗 猪肚里面的脂肪也要给它摘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再用白醋反正面都洗一遍 这样就可以了 洗干净之后呢,咱们来焯水 放点姜片和黄酒去腥 咱们今天用电压力锅来煮 放点花椒,八角,香叶 放点葱和姜 最后放适量的盐和黄酒就可以煮了 电压力锅非常省事 安安静静的就煮好了 给老许切了一小盘 等他下班回来吃 师傅,今晚上这碗菜,丧了 一个小猪肚 看这猪肚怎么样 这碗主要是吃猪肚 为了要吃猪肚,整个点像黄酒 太少了,太斑凉了 这瓶主要是送那个蟹 要不然总体的喝一两瓣 你这一口还没能看呢 进嘴里了 好久没吃猪肚了 所以我今天也想吃猪肚 哎呀不错 好吃吗 原来 好吃 香不香 香 收拾猪肚老费劲 它就有肥油 肥油都摘去了 嗯 嗯 不要 这瓦子 挺好 老甜的吧 这猪肚够不够吃啊 够行 不用再给你切点啊 不用 还有吗 有呀 当然有了 全拿来 走 不要够 不用切太多 你这猪肚能够吃软烂吗 可惜有点凉我们去啊 猪肚就吃凉的 凉的才好吃 我有半年多没吃 啊